胡大海当夜晚间在府中休息 赐天光见谅早饭已闭 赶紧上朝 金钟三声响 玉鼓六声吹 朝阳正宫马娘娘 圣坐大宝 在经里的文武全都到齐 胡大海来到惊觉之下 早身下拜 趁参见娘娘千岁 千千岁 马娘娘你看赶紧欠身一坐 汪兄免礼平身 来呀 旁边赤座 趁谢座 老胡舔着草包肚子往旁边一坐 文武百官过来都给胡大海建立 都着急呀 马娘娘赶紧问前离的战况 众人这一打探消息 胡大海口大嗨声 哎 娘娘千岁 大事不好咯 他就把被困牛塘域的经过讲了一遍 最后把皇上的圣旨 元帅的大令全都拿出来了 马娘娘听完之后 吓得颜色更变 汪兄 你看这可如何是好 娘娘千岁 我看不用着急了 事到如今 就得发救兵了 为臣此次回京 也是搬兵来的 光靠牛塘域里边是不行了 但不知道汪兄需要多少军队 那少了那行吧 我在路上都盘算好了 怎么办 咱们不是有三十六阵吗 每一阵有一万多军队 干脆把三十六路御总兵 全都奉掉进京 然后赶奔牛塘域 没有几十万机队 那可不好办 好啊 马娘娘得听胡大海的 马上传先奉旨 再加上朱元帐的旨意 命胡大海带着专人 到三十六阵搬兵 老胡啊 真热心肠 一天都没休息 于当日跟众人告辞 搬兵去了 胡大海刚走了 哎呀就听着南京的城外 大炮咚咚之降 是震天动地 把马娘娘吓了一跳 听说是怎么回事 外头阴和饭炮 那精灵便帅张玉 看听怎么回事 等张玉走的时间不大 带上一个人来 就见那人满面湿血 还抱着个孩子 可怕马娘娘吓坏了 哟 这是谁啊 再看死人跪在金鸽之下 放声痛哭 娘娘千岁 娘娘千岁 臣嘴该万死 娘 你是谁 我姓姚叫姚猛啊 呦 闹了半天是姚爱卿 你怎么变成这样的 这个孩子是谁 这孩子是太平府总兵花云之后 他叫花帽 你们不在太平府 怎么落得这般狼狈 娘娘 太平府丢了 姚猛放声痛哭 这才叫福不双至 日祸不单行 太平府丢了 您看过一出戏吗 叫战太平 就是这个事 因为钟元璋 定柄精灵之后 大风风尘 七十二架回王 三十六路日总兵 这大汉花云 就被封为太平府的总兵 手下有三万精兵 两个副总兵 一个是姚猛 一个是乌亮 因为太平府这个地方十分重要 必须有大将领兵 华云是正趁此之 咱们前文书说过 吴王张世成 和南汉王陈有亮 九江王陈有碧 大梁王马增玉 西梁王马增上 开了个九王会议 分兵两路 袭击朱元璋 张世成领的一路 把朱元璋困在牛塘里 老将军都给困在里头了 陈有亮陈有碧 扶责西西南京 下朱元璋的后路 这陈有亮和陈有碧 也就发了兵了 在京兵十五万 大将几百亿 以迅雷不禁言而之事 突然出现在太平府 等花云接着战爆 赶紧排兵布阵 双方展开决斗 互有伤亡 可要一样 重挂悬殊 人家十五万精兵 花云手下只有三万人 在这几天打仗当中 又死了数千人 看来兵力明显不足 把花云可击坏了 有心请求救兵 一想不行 现在主攻援征在外 需要军队 经理还需要军队 我这太平府 怎么能要援兵呢 一咬牙 我就坚持着战吧 大仗小仗 打了几十战 由于花云性情太粗暴 在有一天晚上 他领兵巡逻的时候 发现东门的主教 这人姓张 叫张德力 这人喝了点酒 睡着了 那花云可击坏了 把张德力叫上来 痛哗一顿 打了四十棍子 让他讲公主过 张德力是个小人 对花云怀恨在心 心里他一想 你花的个子 有什么了不得的 就凭你打我 我还不干了 我在哪还不吃晚饭呢 当夜晚间 联合他就死当了 偷偷的开城门 投降陈有亮 陈有亮大喜 正为打不开太平府着急呢 把张德力叫进来 正加赏赐 两个人约定好 举火为号 张德力要献太平府 就这样在第二天的晚上 张德力举起白旗 城头点起三堆火来 开门投降 陈有亮的军队跟潮水一样 就杀尽太平府 花云呢 几天没睡好觉了 眼睛都挠红了 今天晚上 好容易在屋里头 啪的桌子上睡着了 正在熟睡 就几天 就几天外面 杀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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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领着人马刚到狮子街 陈有亮 陈有臂 这军队是杀箭的 把这些小巷全是人家的联军了 哎呀 花云一看是大势已去呀 心里都说话 我对不起皇上 对不起大帅 哎呀 这可怎么办 又一想 我身为大将 持有为火进宫 宁愿我这条命不要了 再看花云从马上跳起 把大棍轮开 扑风 把才有亮的联军打得 慈伤无数 花云能量再大 双手难敌四全啊 已经被人家围上了 能杀得出去吗 最后累着花云 哭里崴甲蟹 再冷抛松 浑身上下 受了十七处伤 满身都是血 这时候 陈有亮的大队人马进了城 来到狮子街 他一看怎么回事 军队全拥塞到这 赶紧命人探听 有人向他禀报 狮子街正展开大战 中原刚手下那个组兵叫花云 正在头前拦着 哦 花云 这个人名气可不小 带本王观看 陈有亮和陈有碧 马往前提 到军队后他 这一看 哼 花云是个部下的将军 杀得跟雪 军队后一样的还大呢 碰着就死 挨着就亡啊 才有亮不住的点头 嗯 兄弟 看见了 哥哥 我看见了 难怪朱元璋得了天下呀 他手下这些人都这么 这就那大财的乔夫 大喊的花云 哥哥我早听说了 这下他可恨了 来啊 先别打 本王有花娘 他在军队胡拉超四百一闪 离一软处 把花云围着 陈有亮放高的声音 前面 花将军花云了 花云把打过一倍 把脸上的汗和血擦了他 嗯 你一世何人 本王陈有亮 是也 啊啊啊啊 花将军 你真是一员猛将 名不虚传 不过今天我告诉你 你呀 干什么费这么大力气 已经完了 你们明朝都完了 你听说没听说 你们皇省朱元璋 徐达 文武百官 二十万军队 都困在牛堂里 大家现在早都见阎老五去了 本王 林几十万精兵 抄了那个后路 现在要打南京取太平 花云哪 瞒别人瞒不了我 你手下才多少人 最多不超过两三万 这些日子又死伤了几切 你还能有多少人 再者一说 现在有人已经陷了城 本王的大队都杀进来了 难道说你还能把我们杀推不成吗 你看看 都被我们占领了 花云哪 念你是个英雄好汉 赶紧把棍冷下 你就投降归顺 我陈友谅是交朋友的人 绝不能亏待于你 朱元璋才给你个御总兵 我呀 江峰你个副元帅 乐意不乐意 乐意的话 那赶紧投降 陈友谅在这也喊 投降哪 花云哪 发现棍子投降 没有你的困释 花云气得咬碎 张牙 呀呀 哎 陈友谅 陈友谅 你们真是小人之辈呀 我家主公 跟你们都是朋友 你们张口打大员 闭口救百姓 你们一不打员 二不救百姓 相反攻打我家主公 无肉自相残杀 你们良心何在 现在又采取小人的办法 把我家主公困在牛堂里 哦 你认为我能投降 你想错了 我身为大丈夫 不保二组 宁愿我死了 也绝不肯投降 哼 行啊 弓箭手 一句话 掉了一千名弓箭手 陈友谅用马编子一指 看见呗 你要再不投降 我就要开弓放箭 花云说 劝你良心 你爱放声放声 拉棍子 奔陈友谅不冲来 陈友谅打哭 分飞声 放箭 放箭 箭如飞黄 可惜那么大的花云 眨眼之间就死到乱箭之下 要不身为大将 这结果好得少啊 花云为国进出之后 两位副总兵 一个是双天将不良 一个是飞沙将摇满 两个人一看大事 一去怎么办 率领残兵败将 退出太平府 飞沙将摇满还不错 在路过花云家里的时候 把花云的儿子花帽 给背出来 藏出太平府 到南京告急 马皇后这才知道 太平府丢了 花云为国牺牲 哎呀 马娘娘是大吃一惊啊 这可怎么办 府不双制 祸不担心 而正在议论的时候 炮号连天 陈友谅陈友谛 发精兵十五万 是攻打南京 打着家门口来了 马娘更害怕了 问问吴百官 有何良策 心灵殿帅张玉 出班贵岛 娘娘千岁 不要担惊 所以说兵来将党 水来土吞 老主虽然远征在外 还留下军事 刘伯温 在京东监国 何不把军事请来 这事不就好办呢 对呀 马娘娘一想 人光实质 把这个事给忘了 马上传一旨 请军事 易成伯 刘伯温 等了片刻之功 刘先生 这才来到八宝金殿 因为刘伯温 没有当官 朱元璋 封什么官也不做 最后 加封易成伯 年老了 身体不太好 这次远征 没带着他 经理的也需要人 让刘伯温 辅助太子 再次监国 先生这两天 身体不太好 外边发生这些事 不知道 等娘娘把他选成八宝金殿 当众对他一讲 刘先生也是大吃一惊 无良婆 刘伯温低下头来 想着想 然后这才说话 娘娘千岁 只管放心 有微臣在死 我想料也无方 先生 大敌当前 不知有何良策 可以退兵 有 虽然咱们经理的兵马不多 但是娘娘您忘了 老主 老主走了 这些年轻的虎将 全都没带 向长茂 胡墙等人 还在经里 何不用这些人杀退 逼兵 一句话 典型梦中人 马娘娘文凭大喜 这才传旨 让刘伯温张玉 率领这些年轻的将军 会战 会战陈有量 在书国重许 刘伯温跟张玉商议商议 在交军场 扁兵散案 就杀出江东门 临走的时候 让人通知 各府的少王 赶对江东门会齐 等刘伯温马到了江东小前 打凉棒棒对面观看 哎呀 就将冰似冰山 降入江海 九国的联军 各种旗号 各种颜色 是叫人看了眼 能花聊了 刀枪似脉碎 剑极如长铃 再往对面观瞧 出现了一哨人马 看人数 就有一万以上 正中将 啪啦啦高挑大旗 月白段的大旗 红月光 上个袖着黄子 看得很真切 南汉王 陈 旁边一杆红段的大旗 袖着黑字 九江王 陈 旁边还有徐州王 李 在起脚之下 几万大将 穿戴也不一样 但是刘伯温看清楚了 为首正中央 正是南汉王 陈有亮 和陈有亮 美 头上带着凤翅金盔 体挂金锁连环甲 外照姓黄段 滚龙袍 跨下加起一匹白马 掌中是三平大砍刀 现在陈有亮跟当初不一样 也发了福了 脑门子被儿亮 鼻子头闪光 脸蛋子胖的都圆起来 更显着眼睛小了 跟细米尔拉的差不多 三流虚然飘洒一千辛 在他的身边背后 站着无数的炸仰 刘先生看大多时 用马编辑纸 对面 可是陈有亮 难还忙吗 陈有亮把马蹄带住 把大刀平蹲 才有亮点的点头 我猜这是陈有亮